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又我来自澳洲的珍妮士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评境制反网报》 好,今节又是世界时时多海域的时候 第一条新闻就来自台湾省 究竟什么事呢? 原来就是一名香港的瑞胜学生 2018年到台湾攻读高雄医学大学心理学碩士期间 他报读了两门课程 这两门课程是由一位姓蘇的助理教授教的 但是他就不满对方不是全部用英文上课 所以暖差地发 email给校长等等的117名教职员工 投诉这位姓蘇的助理教授 就说这个苏教授英文差得狠 苏教授知道之后就告差这个人 告差这个港仔 就说他 你损害了我名誉 高雄地方法院就认为 这位姓裔的港生 大量发电邮 是侮辱了苏教授的名誉 是故意贬义罪 就判成瑞的这位香港学生 需要赔7万元新台币 判决就说 阿瑞先生 选修 苏姓助理教授 心理 行驾专题研究 以及 智商及 心理 治疗 实务 专题研究 两门课程的时候 因为对方使用中文 受课 未能 用英文 说明 他就很难理解 上课的内容 就向 学校投诉 质疑 苏先生的英文程度 为什么这么低 还向学生 申诉 评议委员会提出申诉 向校长 教务长 系 所教授等等 发了大量的电子邮件 批评苏先生 苏先生 就说 这位姓裔的香港学生 发邮件发了几百人 甚至 发到去香港办事处 这么搞笑 更加用 Poor English 和 你的英文真的很难 这些字眼 你的英文真的很差 这些字眼 去侵害他的名语 本来打算撒上 50万新台币 即是大约 14万港元 并且要求被告在四家 报纸的头版 之下 是刊登 道歉启示 这位港仔 盛睿 那位就说 我是对考题 和出题者有意见 是苏先生对号入座 但是苏先生就强调 就算 这位姓裔的香港学生对于 这个课程的内容和评分方式 有不满 或者任何意见 都可以提出讨论和改善 高雄地方法院就认为 这位姓裔的香港男子 的电邮内容 是没有 联系到姓裔的 而且 已经是 发出了 几百封邮件 而且 已经 是22次 这样 就跟 收邮件的人说 他真的很差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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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内容 是指名道姓的 而且 并非客观评论 这位姓裔的助理教授的英文能力 有贬低他在社会 评价之意 所以法官就着情地判 赔 7万元新台币 不需要登报纸道歉 你都可以上诉 这是第一次的新闻 挺好笑 以前多数是 学生给老师投诉英文差 这次 是学生投诉 老师英文差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来自澳洲 和南韩 澳洲总理昨天宣布 和南韩 签署一份 大的军售合同 其实他们双方就说 要促进双方的 各方 工业关系 并且在维多利亚州的 吉隆 吉隆 有些翻译叫吉隆 吉隆 建立一个 军用车辆 卓越中心 澳洲总理就说 南韩和澳洲之间的 深厚 和历史性的关系 得以再次体现 南韩总统 文在寅昨天 见了澳洲总理 澳洲政府正式授权 南韩 汉华集团 10亿澳币的 大合同 在招郎 就为澳洲军队 建造 30门 制衡 榴弹炮和15辆 装甲 補给车 这个 是国防部 和 亚洲 军事製造商之间最大的合同 上次 可以说到什么时候 就是 日本 不过已经很久了 另外 这是竞选承诺 当时 澳洲的 执政联盟 为了保住 由 Sara Henderson 掌控的 一个选区 所以就向他承诺 就说 不用担心 我们 执政联盟全力支持你 所以 你就和你选区的人说 我们 会建一间 军备厂 在那里 促进就业 另外澳洲总理也说 我们是重要的 安全合作伙伴 就好像 我们刚刚的合同 你们都看到 一个价值10亿澳币的 军用车辆 卓越中心 将会撤在澳洲的 吉隆地方 亦都向所有吉隆人 说 我们政府 说得出做得到 承诺兑现了 随着 澳洲建立 这个叫 更加强大的军事 存在 其实 摩总就说这个合同 就是 国防工业故事的 又一个 新的篇章 他亦都说 韩国 是这个 历史进程的 一个重要伙伴 无论我们在 安全协议 还是我们国家 国防制造 主权能力 存在建造中 我们都是 彼此 互相 扶持 另外 我们看到 这个文仔 南韩总理 文在寅 和 第一夫人 金正熟 昨天 在我们国会大游 上面 的签名簿 簽了名 当然 他就受到 我们总理 Scot Morrison 摩总 和他老婆 媳妇的欢迎 文在寅在燕港市就说 坎培拉和首尔 已经同意加强 战略合作 就为了促进 区域繁荣 另外 澳 韩关系 澳洲媒体就说 会得到全面的战略伙伴升级 星期日 其实签署的国防合同 和促进双边关系的 其他一系列合同 只是一个起点 我们总理很自信 他就说 今次这个合同 是送给澳洲人和韩国人的一份伟大的性格帝物 真是多L字了 他也说 我们会 积极支持 韩国人民 和平进程 两个国家继续努力实现 朝鲜半岛 持久和平 以及 印太地区 和平及繁荣 文在寅也说 多谢你 邀请我 到澳洲 我成为了 第一位疫情爆发以来 访问坎培拉的外国领导人 今天 我们两个国家 结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我认为 这个是 我们两个国家人民 祝贺建家六十周年的一份伟大的礼物 文在寅也说 乐观其成 和澳洲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以后更加深刻 他也说 两个国家 一起 作为全球领导者 向前 推进 并且期待 走向共同繁荣的未来 我们 同意加强合作 促进 经济发展 另外 面对 和中国紧张的关系 我们总理 就和文在寅说 希望 大家一起实现和平合作 以及 公开对话 以及 台海的稳定 他欢迎文在寅 对于 AUKUS 澳英美同盟 关系的支持 并且 台湾地区 需要保卫的状况 是 不可以再犹豫的 没有人希望发生 台海战争 无论误判 还是其他形式 澳洲和南韩的重要 工作 是什么 就是作为 自由民主国家 我们在 印太地区 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以确保 印太地区所有人都可以得益 从而 可以和平地推进一些 事务 文在寅 就觉得 和澳洲关系重要 和美国关系重要 和中国关系都重要 他很聪明 他不会买一边 文在寅就说 希望和平管理 台海问题 并且 这方面的国际合作是必要的 南韩和澳洲 还有美国的关系 至关重要 因为 他们坚持相同的价值 而且 自同道合 但是 文在寅在演讲中也说 南韩和中国的关系 在经济和朝鲜无核化 都是很重要的 他多棒 他不会买一边 他就说 南韩和澳洲 有坚持相同的价值 我们在地缘政治局势的立场 我们是自同道合的 对于我们的盟友美国来说 他 和我们 即南韩 和澳洲的外交 以及安全事务 就是 我们的基础 但是 对于经济关系来说 当然 中国 是很重要的 南韩有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就是 朝鲜半岛和平安全 还有就是 朝鲜 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 即是 北韩 或者 简称朝鲜 的无核化 我们需要 中国的 建设性努力 令到 朝鲜无核化进程得以实现 所以 南韩主重和美国的稳定联盟 亦都重视和中国的稳定联盟 我们希望有一个和谐的关系 我们希望保持着这样的关系 我们将为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努力 当然 关于和中国的关系 有时候 都会有某些冲突 有时候亦都有一些竞争 但是 如果你看一下 气候变化和供应的问题 以及大流行还有传染病方面 存在着全球的挑战 这些领域我们确实需要和中国 合作和协作 另外 摩总就说 没错 南韩和澳洲都是自同道合的自由民主国家 将会共同努力 确保 该地区的经济选择 即是 可以和任何国家做生意 被记者问到两个国家 因为自己国内 决策而面临 中国可能的制裁的时候 这次摩总亦都很温和 他和文在寅说的一样 我们只希望一个和平 安全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无论从国防安全还是传统角度来看 以及网络还有新技术的领域来说 我们都得到了加强 这个不单止是安全领域 而且是经济领域 还有 两个国家 其实因为澳洲有产稀土 今次 摩总 可能 就会在稀土 方面 和抗产方面 就帮一下南韩 他就说 我们会确保我们志同道合的国家 可以得到 赖以信任的供应链 当然 我们的抗产 大家都知道 我们 会 为 我们的盟友带来稳定 和平衡 其实他就是稀土 另外 关于 这个 北京冬季奥运会 文在寅 很老实 他 在上星期 澳洲总理说外交抵制 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 文在寅 就说 不好意思 南韩无意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 他也说 关于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外交抵制问题 我没有收到 美国 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提出 以我们参与外交抵制的要求 以及 我们 没有考虑 採取抵制措施 关于 August 澳英美同盟 我们尊重主权国家澳洲 做出的决定 这是澳洲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做出的决定 我们尊重这一点 澳洲正在努力为 印太地区的 繁荣 和和平 做出努力的 文在寅亦都说 澳洲希望在这个地区实验 和平 南韩将会和澳洲继续合作 我们此时此刻进行的国事访问 和 我们对中国的立场是没有关的 即是他很担心别人说他 是不是 你和澳洲合作 就想着 和中国对着干 他说不是 他就说 认为澳韩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而且 我们核心的矿产 就来自澳洲的 我想是这个煤矿 和 铁矿石 和轻经济还有低碳技术 我们都可以进行合作 这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就来自 一个行业 其实 这个行业也挺麻烦的 是什么呢 就是航空业 由于 圣诞需求的 激增 这样令到已经紧张的供应点 带来更加多的压力 航空业 面临什么呢 就是 价格上升 由于各个公司 采取圣诞节前值的 大需求 所以全球航空货运 当然现在我指的是航空业 是指航空货运 主要是说航空货运 航空货运的成本已经达到创 纪录的水平 过去三个月 接连 看到 有些公司是怎样 他们直接包机 到这个中国制造中心 主要是把货 送到美国和 欧洲的消费者 但是你知道 水涨船高 你个个都包机 其实 这个 全球的空运成本 当然是上涨 也导致这个行业 难以 找到足够多的货机 维持运输 上个星期 从 上海 到 北美的航线价格 首次 当然我们只是 空运 每公斤达到 14元美金 高过8月底的8元美金 亦高过 疫情初 即2020年 疫情之初 当时最高的时候 都很厉害 12元美金 但现在14元美金 我们看到波罗的海 航空 货运指数 显示 从香港到欧美 以及从法兰克福到北美的跨大西洋航线 亦出现了类似的上升 全球最大的货运代理公司 他们的 主管 Root 就说 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他们想在 在圣诞节前 将货 上架的话 必须空运 船运是 不实际的 没错 不实际 太慢了 企业一直通过 空运的 方式 将 产品 电子私费品 等等的成品 就运到世界各地 但是亦 通过 运输汽车 零件和半导体 等等 这些东西运到世界各地 就是 很多东西运的 便宜又有 便宜又有贵又有 便宜的话 你叫量大就行 是吧 另外我们看到为了应对新的Omicron变种 欧洲 亦都是 竞争的一件事就是 大量的买 一些 检测的试剂 还有就是 个人防护设备 硬 又说是脱欧 但原来全部都是中国买的 还有之前 记得吗 黑色星期五的销售和圣诞节销售 令到全球的 空运业 一直处于 最繁忙的状态 季节性的需求 令到 这些 航运业 出现了 集装双短缺 港口堵塞的乱涨 所以大家都 从航运转去 空运 一半的空运货 通常就有 客机来 居然是客机来运载的 但是 很多客机疫情期间就停飞 当航空公司重新开始 飞行的时候 通常 在 休闲的路线上 而不是主要的 贸易 输楼 现在看到 Omicron变重 可能扰乱了客机的 客运 一些航空公司 已经转向 货运飞行 好像 联邦快递 和 DHL 等等 专业 航空货运公司 填补了这个空缺 我们看到 现在因为疫情 空运业的 运载能力 依然比 疫情之前低13% 所以 越来越贵 没办法 飞机也不够 这个缺口出现的时候 但是 全球 需要运的东西 就多了6% 导致 供需之间出现了20%的差距 即使 重新开放大西洋的旅行 起不了什么关键作用 因为 航空公司已经将飞机 从货运 变成 接纳乘客 而且 由于倾向 托运多个行李的休闲旅行 被商务乘客 的返回 是快得多 所以飞机的运载能力 是受到限制的 现在 只可以挨贵东西 现在没办法了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下次再为大家分析 其他的话题 多谢各位网友,再见